我在這裡這支影片的時候真的很希望剛開始 有人能夠跟我講這些事情 嘿大家好我是Peter 好久不見 那今天這支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剛開始接觸界拍的時候不知道的六件事情 今天把這六件事情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在接觸街頭攝影的時候 能夠降低這個入門的門檻 讓你街頭攝影這件事情不要再變得那麼可怕 因為到頭來街頭攝影就只是帶著你的相機 去街頭上拍一些你喜歡的照片而已 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恐怖 首先第一個就是在器材上面花太多的心思 然後帶太多的氣層 我覺得街頭攝影其實是一個非常即興的創作 你並不用擔心這麼多的事情 你不用想說我今天去那裡是不是要帶個三四顆鏡頭 才可以避免我沒有拍到我想要拍的東西 反而是我覺得如果你能夠讓自己 隨時都處在那個準備去拍攝的狀況下 我覺得這樣子在你剛上街去拍照的時候 會讓你比較快進入那個狀況 讓自己隨時準備在捕捉畫面的那個狀態下 不要讓器材過度的去影響你 不論是在物理上的行動的時候 背太多器材很重 或是你帶了一個比較複雜的器材 像是變焦鏡 讓你在當天拍攝的時候 在每按下一張照片之前呢 都會想很多的東西 那我自己其實非常非常能體會這件事情 尤其像我在前陣子買了這台 XE-1之後呢 那這台相機我買的時候 它是跟著一個KID進一起購買的 那我之後會再做一支影片來更詳細的介紹這台相機 因為我覺得這台相機 在現在這個FUJI完全買不到的狀況下 欸沒錯 我在PO了那支XE-100V之後的大半年 還是買不到FUJI 其實真的是蠻獵奇的 總而言之我那個時候買了這台二手的相機 它搭配著一顆27mm 2.8 那我現在呢 基本上就是很常把它放在我的X-PRO3上面 那這樣子掛在這裡 其實真的越來越像XE-100V了 因為它的我覺得整個做工真的是還蠻好的 而且體積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的輕便 我覺得雖然我之前是用23跟35和50的這個組合 這三個鏡頭已經相對來說非常的輕便了 但是我覺得在使用過這顆27mm之後呢 我更能夠體會到就是 你今天帶出去的東西如果能夠越輕便 那當然是在對你拍照這件事情上越好的 第二點呢是走得太快 那我覺得接受攝影是一個需要 耐心以及細心觀察的一個行為 很多時候我們在出去拍照的時候 因為想要趕快拍到好看的照片 就會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這就導致我們根本沒有靜下心來 去好好的觀察 這周圍到底有什麼 那我現在呢也是慢慢在練習 強迫自己在一個受限的環境中 去打開自己的觀察力 讓自己在拍照的時候能夠更慢 然後更去觀察一些正在我們周圍發生的人事 事物的一些細節 我覺得適時的切換自己拍攝的行為模式呢 確實是可以讓我們自己在拍照這件事情上 可以覺得自己有在進步 不然就是一直做重複的事情 其實做久了 你就會感覺到自己的停滯 這樣子就不好玩 不好玩就不會想要繼續做下去 這邊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我最近有在Panker這個平台上架兩款的帆布袋 這兩款帆布袋分別是 致敬我最喜歡的Classic Negative 跟Classic Chrome在X-Pro3上面的設計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去下面的Panker連結購買 或是購買我的商車裡面寫的所有產品 謝啦 第三點就是你離中心點太遠了 來讓我解釋一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到我換到的FUJI 23M也就是全幅等效35M的時候 我才開始體會到這件事情 那就是當你用比較廣的鏡頭去拍攝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辦法躲在遠處去做一個像是狙擊手的動作 這可以讓你更在那個當下 那就算是一個你臨時看到的構圖 你也會因為這個難度變高 然後你有拍到的話 你整個信心跟成就感就會提升非常的多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直接的一個獎勵自己的方式 再來就是這種比較廣角的鏡頭 我同時也可以強迫你去離事情正在發生的地方更近一點 像是譬如說你在拍一個遊行好了 我覺得當你拿35M在這個遊行之中做拍攝 跟你拿那種大砲在遠處去做狙擊的動作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因為你拿比較廣的鏡頭的時候 你可以在其中感受到當下的能量以及現場的一個氛圍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喜歡的畫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在我有參與的過程中所拍下來的 而不是在遠處拿著一個非常長焦的鏡頭去做拍攝 強迫自己不要常用長焦的鏡頭去做拍攝 我覺得在進步的感覺上是會提升的比較顯著的 第三個就是不把相機放在胸前 那這個事情其實我之前有提過 那我覺得我也是到比較後面才開始理解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跟第一點其實有點環環相扣 所以我們在接拍的時候如果能夠把你的相機 就是隨時這樣握在手中去做拍攝的準備 這樣當事情真的要發生的時候 你就不會因為還要在那邊拿出來開機 而去錯過這個拍攝的事情 像我自己在拍攝的時候 如果我知道這附近應該會有很多事情在發生 那我就會把這個相機就先開機 然後就這樣子握在手中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臨時要發生 我就趕快靠過來然後這樣按一張 這樣子隨時做好拍攝的準備呢 其實我覺得可以大大提升 剛才接觸鏡頭攝影的一個出土率 所以就變成說真的相機的體積很重要 很重要好不好 千萬不要再買然後性能很好的相機 然後一直說你想要玩鏡頭攝影 我覺得鏡頭攝影最重要的就是 你相機要夠小 不要造成自己的麻煩 我覺得這才是選器材的時候的一個真理 接下來這個點呢 我把它命名為就真的沒有很好看 那這一點我覺得講起來 其實會有一點北藍 但是我覺得拍照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你自己對於你美感的一個投射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台灣的攝影圈非常的流行 去夜市然後拿個長焦 拍個正在賣什麼燒烤 還是什麼的那種路邊攤的攤販 其實我有點看不太懂這件事情 因為這就像我剛剛標題所講的 就真的沒有很好看 好不好看固然是一個很主觀的事情 但是如果今天我看著一張照片 我根本就看不懂這張照片想要表達什麼 我覺得就會有一種瞎忙的感覺很強 打個比方來說好了 一張照片要好看 要嘛是顏色好看 要嘛是構圖好看 要嘛是光線好看 所以當你在拍一下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可以問一下自己 有沒有這三個項目裡面的其中一項 那如果這三個點都沒有 你也沒辦法說服自己 為什麼要PO這張照片的話 那我可能會建議你 就是先想一下 你在拍照的時候 到底是想要拍什麼東西 接拍這件事情老實說 就是你上街去拍照 非常簡單 但是它難的點 我覺得從來不是這種技術上的點 而是你腦袋裡面裝了什麼 你能夠看到什麼 你能夠把你的美感去做什麼樣的一個投射 而不是說你今天有拍到人就好 而不是說你今天有拍到一隻可愛的小狗 或是小貓就好 最後一點就是害怕被發現 還有被拒絕 我自己算是很內向的人 所以我其實在路上拍照 我也不會像大家可能在IG上面看到 或是在Youtube上面看到 會一直去問路人說 我可以拍一張你的照片 這種樣子的一個行為 但這並不表示說 我在上街拍照的時候 像是一隻過街老鼠一樣 很多時候我就是拿著相機 假裝若無其事而在路上拍拍照而已 那這也是我看到剛開始接受街拍的新手 很擔心的一件事情 會覺得說我拍這個事情 是不是有情緩到什麼肖像權 或是我做這個事情 如果被質問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回答 那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我覺得你如果不要真的太北藍的話 你在路上拍照根本沒有人想要鳥你 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聚光燈效應 你會覺得你在做這件事情 全世界都在看你 並沒有好不好 那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我最後這一點 我覺得就是 你不要把這個街頭攝影想的太複雜 它其實就是跟一般在做人處事上是一樣的道理 你就不要當個雞巴人 你就不會被雞巴到 大概是這個感覺 如果你今天要拍人 你就禮貌的點個頭 或是你比較外向 你就去問一下 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內向 你就在旁邊默默的拍 然後不要侵犯到他人的個人空間 而不是你把相機 就突到他的臉面前跟他說你在拍接拍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什麼拍不拍照的 這只是你這個人很擊敗而已 以上這六點就是我整理出來 我希望我自己在剛開始接觸接拍的時候 有人可以跟我講的一些事情 那希望這六點可以幫到你 那如果你是一個剛開始接觸接拍的人 然後你還有一些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按個讚並且訂閱一下 然後下面有一些我的產品的連結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這個頻道 或是支持我本人的話呢 也歡迎去下面做一個斗內的動作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